你剛剛提到印尼 然後還有印度 那所以印度呢 印度現在跟美國 因為印度他們很多的軍購 本來是跟俄羅斯 佔了大概六十幾% 所以他們現在也改變政策 他們現在要降低 對俄羅斯的軍購 改向跟美國買 兩個因素 第一個我們知道 本來是印度不僅像美國買 也像法國買 也像俄羅斯買 也像英國買 他像很多國家 我們結盟我多買一點 增加多元性 但是問題是他有系統的複雜性 同樣的機型 你本來一個裝備 你現在各個都不一樣 就很複雜了 但是因為烏烏戰爭在打 俄羅斯對軍品 他已經管制出口 因為他自己要用 他自己用都不夠 我怎麼再賣給你 好 第二個 這一次俄烏戰爭來看 俄國有一些東西不可靠 跟原來性能 實戰驗證之後 發現沒有那麼好 我不要跟你買 我要跟別人買 有這個樣子 沒有那麼好 我們只能這麼說 好 那現在印度就加碼 一個像法國 又要向法國買的 24架標封戰機 是非常貴的 這個一架標封戰機 將近百億台幣 20架將近3000億台幣 非常貴的 第二個 向美國買 像美國買 他拿31億 買32架MQ-9B 那這樣子 這是很厲害的 這個人會覺得 當然厲害 它是偵查跟打擊一體的 它一偵查 你知道喜馬拉雅山 那你不要用針 你不要用人 對 你就用無人機 那個地方也沒辦法用人 而且我可以飛32個小時 我慢慢偵查 你所有地面上的活動 一千二十 而且最重要是MTU 它飛這麼久喔 飛得久 它就流空時間非常久 你只要不要載武器 你如果只要掛滿武器 你只能飛12個小時 因為你掛滿了 所以這是莫迪跑到美國 去跟拜登見面之後 談的這一項 對 那個拜登不是最高格 屠紅地毯 是最高規格的國事訪問 我們叫國事訪問是最正式的 叫國事訪問 是這樣子 然後問題是這一個 MQ-9B的海上衛視 有人講的死身無人機 如果加武器就變成死身無人機 對 那這個海上衛視 它可以潰入 把所有看到的這些 空中所看到的情報 潰入它的情報指揮中心 然後分享 它整個戰場 作戰圖像一清二楚 陸上的佈置 空中的動態 海上的動態 通通在這個名字上面 那這個東西我們有要買嗎 我們有買 我買4架 我們買176億台幣 我們買了4架 當然不是光買這4架 也包含周邊的 影像處理系統跟勤船系統 你不能說我只買飛機 那你影像要不要處理 你的勤船系統 即時勤船要不要 所以不只是說 我買一個空機 其實它 周邊配備 你買那個電腦 好 那你要不要買軟體 就類似這樣子 好 你買電腦 你要不要買滑鼠 你要不要買其他的音響 還有一個直接的 那個麥克風輸入 你要不要搭配啊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176億是講到了 也包括影像處理系統 對 所以美國也同意要賣給我們 然後他出售這一個 MQ9B無人機給我們之後 應該會接著納入國軍 在印太地區演習 所以以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然後加入這個實地去演習 在演習之前有一個非常重要 可以區域聯邦 先要做一個情報分享 你要有情報分享 才能夠再做演習 你不能說我沒有情報分享 我們先做演習 我們知道要循序見證 他有一個動次 那現在就說 我們先MQ9B 先做情報分享 把海上跟陸上的所有的情報 通通潰入一個系統 然後大家來分享 所以我們收到的 美國他也收到 但是美國收到的 他要去考量 要不要要分享給我們 因為我分享給你 你也要分享給我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台海周邊 包含北邊的東海 包含台海 也包含南邊的巴士海峡 我所有動態我給你 但是你其他的地方 南海是不是要分給我 你換句話在黃海 或者是在我們除了 低島鏈的這個東側 花東外海比較遠遠端 你是不是要分給我 大概這樣子 你給我 我給你 就變成我們所有的情報的掌握 我們擴大範圍 所以這個也是美國的 新的一個印太戰略 就是你看他跟印度之間 然後跟台灣之間 然後所以這整塊 就這樣包進來 你看一個是 我們講的一個信念 信念你整個通信 是沒有任何 我們講任何時角 那現在變成 我們講的情報鏈 你全球情報鏈 印度的跨境 你整個印度半島 衝衝進來了 你所有動態都是最新的 因為你已經起來了 而且印度買到32架 好 那你台海 他買這麼多 印度買32架 31億買32架 日本也有MQ-9B 美國自己也有 美國還有全球之音RQ-4 加上我們 他整個就把它練在一起 都把它練在一起 而且我們知道 因為 有點像網狀密布的感覺 而且他飛的時間久 我們知道主要是有人的戰機 你飛偵察機 一個小時就回來落地 加油 沒有辦法油要燒乾了 所以變成這樣 所以你看看 美國它是有計畫的 變成一個環太平洋 建制環太平洋 它統整已成軍的部署 然後在亞太地區 各的勤收無人機隊 創造美國在東亞盟國間 更大的戰力 的確就像剛剛將軍講的 全部都連在一起 變成一個密的情報網 建制環太平洋沿岸的 長城預警雷達機 艦載和陸機反飛彈系統 同時建構空中偵察 跟防空火力 這個系統之間的 即時聯動 印太各國的軍備 都在現代化 用新系統跟戰力的設置 為重點 目的在讓這些系統 共同串聯運作 成為印太防務 形塑的重要機器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是用一個更 3D的 3D的圖像 在看待區域的安全 對 最重要是反飛彈 我們知道 美國的標準3 我們叫標山飛彈 它可以反飛彈 甚至可以打到 低軌的人造衛星 我放在神盾上面 打到低軌的 低軌 因為標山 它現在標準6型也出來 打得更多 反正它被先 它這個 比方來的飛彈 我們是放在地面 去反飛彈 我現在放在海上 跑到前面去反飛彈 打更遠 變成超前去了 將軍我們看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到F-35 哇 它模擬一個戰鬥的狀態 然後它又在 低島鏈 情報 以及印太整個地區的情報 然後安全上面的區域安全維護 感覺上都有往上提升 然後擴大這樣子的努力 和進步